我和这两天大家都在讲 要是让小日子和小棒子 知道了我家这些猪啊 都实现了西瓜自由 不知道它们会做何感想 我觉得大家严重了 这怎么能比较呢 这没办法比较呀 你们想想它们是啥 一个是全宇宙第一 一个是和沸沸水长大的 你们怎么能拿这些宇宙级强者 来跟我家这些猪来比较呢 我家的这些猪啊 比它们焦气多了 它们吃这个西瓜 就是为了解暑 对嘛 这就对了嘛 不要啃到我手啊 所以说呢 大家玩归玩 闹归闹 莫要拿强者开玩笑啊 毕竟它们都是超级发辣我家 它们吃西瓜 也都是为了陶冶行操 那像我家这个 完全就是生活所迫 希望大家理性看待此事 莫要起控啊 再说了 这些西瓜呀 真的很便宜 大家也不要说我浪费啊 其实也有很多朋友都看出来了 我这个西瓜啦 是 我们这边 这些瓜龙伯伯 瓜地里剩下的次品 所以说它这些瓜呀 拿到外面它也不好卖 如果它们卖不掉 这些瓜它就报废掉了 它们辛辛苦不重呢 然后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些瓜 坏掉 所以说呢 我就去给它们买回来 虽说这些瓜 人吃 可能会差一点 但是呢 给这些猪吃 那绝对是杠杠的啊 这个也是一级两得的好事情嘛 对吧 不是我吹牛啊 就我这个烧操作 我估摸着至少能给瓜龙 要挽回一到两成的耍耗吧 这么一想 是不是好事情 瓜龙开心 我开心 你们看的也开心 我家猪啊 吃的也开心 所以说有些朋友 就不要再说我浪费了 再说的话 我给你们急 别的我不假 但是大家看我的视频呢 请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特别是小朋友 好了 我要认真砍西瓜了 请大家认真联系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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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